用水,有另一個水泥 Redding市,Car Fire大火完全撲滅 燒毀了一千間房屋 並導致百人喪生的Car Fire大火 終於在星期四下午被宣布完全撲滅 Car Fire大火從7月23日 因為一部爆胎後仍然行駛的車引起 最後範圍達到23萬畝 在加州歷史上範圍第七大山火 八名四職之中有三名雙職的消防員 四名居民和一名太平洋煤電公司的工作人員 雖然大火已撲滅 不過加州消防局仍然會留在火牆附近長羅數日 確保沒有任何火星遺留 天后維持記者 李健暗報導